成县军是一户建档利卡贫困户 记者在他家的墙上发现了这份洛南县贫困户 两部筹三宝账达标记政策享受清单 其中在饮水安全一栏著名是警教 在成县军家门口 记者还看见了这张商洛市洛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明白卡 上面对饮水安全标准有明确的规定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达到每人每日20升以上 供水到户或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 那么作为建档利卡贫困户 成县军家真实的用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成县军说家里共有四口人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妻子身患残疾没有劳动能力 种烤烟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 但为了一家人能有水喝 几年前他咬紧牙关 东拼西凑买来了这辆拉水用的三轮车 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 村民陈融融的丈夫脑梗后一直半身不随 他家也是建档利卡的贫困户 他把家里的精准脱贫明白卡拿了出来 在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栏显示的也是饮水安全 但事实上每到家里要断水的日子 陈融融就格外发愁 一路蹒跚而下 记者遇到了恰巧要去拉水的村民丁先锋 他给记者画了一个拉水的路线图 并告诉记者 这算是最近最方便的一个取水点了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脱贫群众 家庭用水的实际情况 记者决定跟着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 在去往水源地的途中 记者跟着丁先锋一起出了陕西省 进入到了河南境内 从村里出发 行驶了半个多小时 记者和村民终于从陕西省 来到了河南省的这个蓄水池 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 做起了准备工作 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 连到塑料桶里之后 就开闸接水 在接水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管子断开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丁先锋就这样 一直用手抓着接口处 盐瞅着水罐即将灌满 记者却发现 水里明显能看到很多杂志 丁先锋告诉记者 在当地像他这样 有车有桶 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 其实并不多 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 现在大多数村民 还要花钱请人拉水 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汗窖里 折算下来 一吨水需要花费五十到六十元钱 这根管子里流出来的水 就是这位村民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 他告诉记者 用纱布裹住管子 就算过滤了 眼下 他家的水快用完了 还得去找邻居帮忙拉水 这位村民介绍说 遇到农忙的时候 即便是花钱雇人拉水 也要碰运气 得等有三轮车的人有空 才能帮忙拉水 由于取水困难 村民们只能是省之又省 记者看见 即便是洗衣机里的废水 他们也舍不得直接倒掉 还要拿个盆子接着 上河村的村民告诉记者 饮水难题是困扰当地多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2019年 为了通过当地的脱贫验收 村里启动了一个解决饮水问题的项目 当时项目一开工 大家都格外的心细和期待 村民告诉记者 这就是2019年 为了解决村民用水难题 而修建的水利项目 计划通过管道 把水引到山上的村民家里 整个像19年周间 到2020年还在间 就是去年那一份 农历过年的时候 这个事情连着搅供了 结果到现在就是人家没睡 十岁楼上都是靠这个没睡 按照中央规定的两部筹三宝账的脱贫工作要求 在脱贫空间中 确保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记者在上河村调查发现 虽然村子已经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 然而从无保护到建档利卡贫困户 大家伙的饮水安全问题 却始终没能得到提据 随着调查的深入 记者在林口镇还有更多发现 林口镇三星村同样是在2019年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 巧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 在他的眼中 家里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 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不过记者注意到 水龙头旁边水池子的瓷砖上 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标志牌却格外显眼 乔春娥回忆到 至少在五六年前 村里就进行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 但是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 吃水问题却依旧是一桩难事 乔春娥每天都要去挑水 这里就是他挑水的地方 他告诉记者 这个长满了青苔 直径不到两米的水池 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 乔春娥咸熟地撇开水面上挑浮的杂物 记者看到 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的生物 乔春娥告诉记者 这个水蛙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 等到天气热一点 或是浓忙的时候 大家伙甚至抢着来挑水 一吃一碗就没有的 这水还得抢呢 那有时候你大妈忙的抢也还没有的 谁起来做大的 谁起来吃就没了 在三星村 记者在其他村民家中 也看到了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标志牌 然而由于水龙头一直不出水 水池子里已经装满了泥土 村民告诉记者 家里的水表更是个摆设 用水量一直显示为零 三星村乔英族的大部分村民一直靠挑水过日子 虽然随处可见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标志牌 今年七十岁的郭大爷 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用上银水工程送来的自来水 但直到现在 家里用的还是汉窖里收集的雨水 记者从郭大爷家的汉窖里打上一桶水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上面飘着枯树叶 但郭大爷早已习以为常 李军武家的房檐周围也铺设好了收集雨水用的管道 等到下雨的时候 就把管子插进家里的汉窖里 李军武无奈地告诉记者 他也知道收集来的雨水不干净 但村里一直没有水 他也只能采用这个土办法 为了让收集来的雨水能干净些 李军武还自己在暗教头 屋上杀石 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装置 在林口镇的走访中 记者发现 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亲们 都是建当利卡的贫困户 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 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事实上 为了反映吃水难题 当地的群众曾经多次 到当地的主管部门发映情况 记者和当地的部分群众 来到洛南县扶贫开发局 询问饮水工程的事情 水不是什么 是水报局管 那次他任务出场过程 是大的扶贫力 但是水工合作 没有谁 实际上把这一身安全 以报局他关注健康安全 我回到一片子的群众做的 我不是 不平开发局说 是水利局管群众饮水问题 为此 记者又跟随村民 一起来到了洛南县水利局 明白村民的来意后 这位水利局的工作人员 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这么多年一直挑 不可能这么多年 不可能 你调查得清楚不清楚吗 不可能 我打电话就不得调查一下 看见是咋介意 这么多年都没有水 是你想退众咋升级的 对不对 买水50块钱 50块钱一桶水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看着吗 对啊 你知道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三星村也没水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还有你们的什么 营水安全工程也没水 没水的是哪儿管 是水务局管吗 是你们管吗 拿下来说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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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洛南县人民政府的官网上看到 早在2019年4月 就有村民反映 记者调查的林口镇上河村 高林组人处饮水困难 5月15号 洛南县政府办公室 做出了这样的回复 确定林口镇上河村高林组 现有人口180人 生出100余头 用水困难 并且做出积极协调解决 往年底内 让群众安全饮水的回复 但眼下 在水利局 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 他们并不了解 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这些朋友都不知道 那不是朋友 咋知道 当记者继续向水利局 工作人员反映 三星村村民家中的 国家饮水安全工程 水龙头一直不出水 村民们依旧要 尖挑被扛收集雨水 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 但水利局供水办的 这位工作人员 再次把问题推到了乡镇 就在记者村民 还在和这位工作人员攀谈时 另一位水利局的工作人员 已经拨通了 林口镇乡镇干部的电话 确实是没水是吧 电话那头 乡镇干部要求到 水利局反映情况的 村民接电话 当记者村民 再次和乡镇干部 确认信息时 电话那头 乡镇干部的说法 却又含混起来 着急地确认 来水利局反映情况的 村民的身份信息 随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一番询问下来 老百姓反映的问题 依旧没有解决 但记者在 洛南县水利局的门口 却看见了这样一个展板 其中工作任务的第三项是 深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 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这项工作 在具体工作措施 这一栏清楚地显着 持续巩固两部筹三保障 安全饮水突出问题 解决成果 看见记者在拍摄 水利局的大门 这位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现场抢走了记者的手机 并要求记者立刻离开 截至节目播出前 老百姓发应的问题 当地有关部门 依然还没有去调查 何时解决 而当地部分群众的 饮水问题 依旧是原来的老模样 无保护安置点 住的并不是无保护 明明是山区群众 无水可用 水利局的墙上却写上了 坚持巩固工作成果的标语 明明是群众主动上门 反映缺水问题 而主管部门却相互推为扯皮 当地干部最在意的 是哪些村民在反映情况 记者究竟是哪个村民的亲戚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这是中央斩钉截铁的工作要求 带领全体人民脱离贫困 是国家庄严神圣的 一项施政纲领 而一些基层部门的做法 让党中央的温暖打了折扣 让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受到了损害 我们希望当地政府 能够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 认真落实中央的政令 在落实党政国策的 大是大非问题上 这样的欺上瞒下 群众不会答应 党和政府更不会容忍 群众不会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上